46岁烧烤店老板从长沙骑行去莫斯科看世界杯,现在还差4000公里刘尽松,4月26日从长沙出发,计划沿着107国道一路往北,从满洲里出关,往西穿越西伯利亚,绕过贝加尔湖,跨越乌拉尔山,这是一条长达11000公里的骑行路线,漫长而艰难。 目前,刘尽松已在俄罗斯境内,骑行了3000公里,加上国内的3300公里,总行程完成了三分之二,一路上,记者通过微信与刘尽松保持着全天后的联系,刘尽松路过卢沟桥。 6月17日,俄罗斯世界杯进入第四天,刘尽松洗了个大澡,在伊尔库茨克州骑行十天后,终于来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,这是他从长沙出发后的第53天,距离莫斯科还有将近4000公里。 用完早餐,刘尽松出发前自拍了一张,背景是夜宿的旅馆,一间用蓝色集装箱铁皮搭建的简陋房屋,头顶的云层散开,露出了这几天第一次见到的湛蓝色。 刘尽松脱掉外套,露出印有2018Beat World Corporation字样的黑色T恤,蓝黑头盔在阳光照射下泛着白光。 刘尽松面带微笑,心情和天气一样灿烂,往西在骑行200多公里,过夜尼赛河,将到达西西伯利亚平原,马上就要告别这又爱又恨的中西伯利亚高原。 刘尽松心情有些复杂,爱这里是人心破的美景,恨这里地形天气的折磨,破地多,逆风,雨水经常不期而至,经常要和夹着水雾的云层赛跑。 刘尽松的自行车仪每天都在放四起,有点不太记的时间了,进入俄罗斯境内,刘尽松加载车头的手机显示了两个时间,北京时间和当地时间,需要不停切换,每天都在放四起,有点不太记的时间了,53天,每天平均11小时骑行。 孤独,枯燥,重复,时间对于他来说,模糊成了他骑行APP地图,上一条长长的橙色轨迹,怕自己遗忘沿途遇到的人与风景。 刘尽松用休整时间,几天做一次图文整理,于是时间,又化成能触碰到的图片和文字,清晰而有温度。 刘尽松看了七节世界杯,他喜欢马拉多纳的创造力,喜欢红魔麦莲的张扬,他想以一种符合他个性的方式去参与世界杯,骑行,有难度,有乐趣,而且很独特,这个方式要得。 二十年前,他骑行湖南,推的一辆一百多块钱的单车,也是说走就走,这趟远行当然不一样,四年前就提出了想法,他没有信心去完成,所以这几年,一直在跟朋友说这件事,给自己压力。 刘尽松喜欢摇滚乐,他在自己的烧烤店,布置了一幅民谣地图,上面有十几个城市,每个城市和一首歌曲有关,这个创意来自痛痒乐队的安阳,刘尽松骑行的路线上,就有这个地图上的几座城市,除了安阳,理智关于郑州的记忆,和永中古,楼都是他骑行中循环的单曲,遵从内心的呼唤,是刘尽松理解的摇滚, 4月26日上午9点,长沙下着小雨,刘尽松从湘江路的烧烤店门口出发,之前一周,他在朋友圈发了两次征求同行者的消息,无人响应,那就一个人出发吧,刘尽松喜欢的足球世界,包含了人们期待的勇敢,奇迹,想象力,一个漫长而未知的旅程,同样如此,过去的53天,除了在北京等待签证, 满洲里等待出关各休整两天,他一直骑行在路上,国内行程3300公里,花了28天,跨过长江,淮河,黄河,横穿阉山山脉,从江南水乡到中原大地,再到呼伦贝尔大草原, 5月31日,刘尽松进入俄罗斯境内后,减少了发朋友圈的频率,调整节奏,心无旁骛,坚持,是一种可怕的力量,他感受到了这种力量的馈赠, 骑行中西伯利亚高原这一段十几天,我感觉身体上和心理上,都比以前更强大了,最难的地方过去了,我没有理由放弃, 俄罗斯被加尔湖,二美人唱一遍被加尔湖盼在陌生的土地上,最美的风景永远在前方,刘尽松一路骑行,在朋友圈留下图文并茂的记录,他希望带着自己的思考与朋友分享,关于环保,城市的建设,关于人与人的交往,刘尽松路过的西伯利亚几座城市都不大,他细细观察建筑风格,城市规划以及与人交流的细节, 他发现,这些俄罗,思远东城市,外表拥有战斗民族的彪悍不羁,内里却蕴含一颗绚烂多姿的文艺心,不期而遇的美景,是刘尽松骑行图中最大的收获,某天落日余晖的惊鸿一瞥,都能让他疲惫的身体立刻燃起来,西伯利亚有着大片悄无声息的冻土,和茫茫的原始森林,爆裂,荒蛮,却充满生命力,骑行在雪山, 与河谷之间,人月发现的渺小,这种感觉对第一次出国骑行的他冲击很大,到达贝加尔湖畔,一切才变得温柔,6月10日,刘尽松从南岸小镇,骑行到贝加尔湖畔,这里的路肆无忌惮,森林,灌木丛,草丛,树叶,小花,夹杂着各种的路, 有墨绿,浅绿,嫩绿,青绿,北加尔湖的旅游开发,处于保守状态,游客全部拉到最南端的两个小镇,夏天的旺季,人也不多,一望无际的湖面,湖水的蓝,温润的风,让刘尽松情不自禁,对着湖面大吼几声, 他将拍下来的图片第一时间发到了接松在路上的微信群,群里的朋友展开了一场关于生活,关于信仰的热烈讨论,并发起每人唱一遍贝加尔湖畔的活动,这个微信群在骑行的第二十二天才建立,起初只有十几个人,都是刘尽松的亲人,同学和朋友,目前有了165人, 建群的初衷,是刘尽松没时间一一回复朋友们的问候,现在有任何事情,都可以第一时间在群里交流,这趟远行,起初劝阻,质疑的声音不少,刘尽松很,理解,他也不想去一一解释,他清楚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很多人想做,但没有勇气去做的事,三男望谢李盖大叔在路上,已经完成六千多公里,刘尽松今受了历练, 他遇到过泥泞过堪,三小时才能走十几公里的乡间小路,遇到过必须在夜晚穿行的原始森林,遇到过大雨,雪,冰雹,大风,沙尘,烈日,遇到过一百多公里荒无人烟的景象,冷到手脚僵硬,浑身发抖,遇到过几次被狗追赶,摔伤了,赶紧爬起来,忍着痛,继续前进,无论怎么难熬, 刘尽松都没有产生过放弃的念头,正如他骑行APP里的名字固执的尽松,刘尽松妻子王女士很了解他的固执,他深知这趟出行,是丈夫多年来的梦想,虽然担心,最终还是同意了,出发前几天,王女士陪着刘尽松,将一年前花三千块钱买的一辆捷安特自行车做了保养, 并帮他准备了长途骑行的物资,在路上,刘尽松接受了许多人与人之间释放的信任与善意,进入俄罗斯后,他遇到了比国内更复杂的情况,路况不熟悉,手机网络过好,语言不通,6月2日,刘尽松骑行在外贝加尔边疆区, 这是他进入俄罗斯境内的第五天,天很冷,风很大,加上外套类干,他只能推迟出发,17时49分,骑行,20公里后,原来灵星的雨越下越大,刘尽松准备拿出语句,一辆乡是小货车突然停在了前面,一位俄,罗斯大叔下车说了几句俄语,然后又比划比划了天河路的前方,示意刘尽松把自行车放到车上, 戚风苦雨中,刘尽松碰到揪心了,大叔叫谢李盖,刘尽松用翻译软件向他介绍自己,开朗的谢李盖一个劲地点头,但刘尽松并不知道,他要带自己去哪里,半个小时之后,货车开进了一个小村子,谢李盖把刘尽松带回了家,谢李盖是牧民,家里后院养了几十头牛,刘尽松被当作客人招待,他想帮谢李盖干活, 谢李盖一开始婉拒了,拗不过,才让他帮忙抬牛奶桶,那天晚上,刘尽松在这个牧民的家中喝了点酒,美美地睡了一觉,第二天一早,要分别了,谢李盖执意要把刘尽松送到公路上,刘尽松准备给谢李盖两千卤布表达感谢,谢李盖说什么也不肯收,反而给了他一些卤布,送了两瓶罐头, 并祝他好运,刘尽松说,他一辈子都会记住一国他乡这个温暖的夜晚,记住这个乐观,淳朴,踏实的俄罗斯大叔,俄罗斯女孩为刘尽松点赞4,他不是一个人在骑行尽松,你到哪里了? 发个定位过来,在刘尽松俄罗斯段的骑行中,这段语音,刘尽松每天在微信群里必须问几次,刘尽松是刘尽松的安华老乡,也是一名求你,刘尽松每天关注着他的骑行状况,进入俄罗斯后,刘尽松遇到了更多困难,于是刘尽松和几个朋友,在国内通过软件,给他规划好每天的行程,包括路线,距离,住宿点, 还有当地每天的天气,风速和风向,刘尽松介绍说,几个软件必须配合使用,谷歌地球和奥违,主要是确定位置,帮他熟悉路况,海拔高叉,建筑物参照,谷歌地图主要是搜索休息点,餐厅,银行,医院等,同时配合谷歌地球确定位置,Napson主要找汽车旅馆,假如刘尽松雨到暴雨,有搭车或者住住民宅, 都能及时找到他位置,6月7日晚上,天空下着雨,刘尽松一身淋湿了,又冷又饿,找不到旅馆,刘双通过地图找到了最近的旅馆,并把联系方式告诉了刘尽松,但现场的路况有点复杂,刘尽松从公路边往旅馆方向望去,是一条600多米的乡村小路,周围有很深的茅草丛, 夜深了,刘尽松犹豫了,直到他遇到了两名俄罗斯司机,通过手势和简单的英语交流,确定了那个旅馆定位是准确的,这件事后,刘尽松对刘双提供的定位信息,深信不疑,支持刘尽松,亲朋好友都在行动,朋友绑绑在刘尽松出关前,专门坐飞机到满洲里,给他带了一些辣酱和罐头, 并盯住他和李芬配体能,堂兄刘叶齐给刘尽松写了一首歌词,为他加油打气,闲暇时,刘尽松也会在微信群及时报告自己的位置和状况,大家陪他聊天,遇到难题,一起出谋划策,叶齐时,可以帮他排遣孤独,壮壮胆,6月15日北京时间23时,刘尽松在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州的一个小镇入了下来, 这里的天色依然没有完全黑下来,在这个遥远的一国小镇,有啤酒,有足球,但我还是想你们,我的亲人,朋友,刘尽松在朋友圈留言,刘尽松在俄罗斯境内提醒路线是一图,希望刘尽松早日到安全打目的地,来源,湖南日报编辑,翠花 感谢观看